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威尔语句 威尔语句是什么意思 过滤条件嘛 比如说咱们上期学过这个select语句 但是咱们上期是抽出了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布了 比如说我想抽出这个 得分大于20的 比如说我想抽出年龄小于18的 该怎么抽 就用到咱们的威尔语过滤条件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威尔语句的基本的使用 怎么使用呢 使用威尔语句来设定 select update delete文的数据抽出条件 它不仅用于抽出 也用于更新 用于删除 都没问题 使用方式完全的一样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验演习 实验演习也是不难 我仅仅拿select给您举例子 咱们写看 其实这个update delete都是一样 第一 我抽出用户表里面所有的数据 没有问题吧 没有任何的威尔文 第二 我呢加了一个威尔文干什么 大家看这地方 得分大于20分的球员才会被抽出 一目了然吧 一看就能明白啊 好 接下来得分小于30的球员就会被抽出 没问题 OK 再往下 有点不一样咯 得分大于20 按的 按的什么意思 且 对吧 得分大于20 且得分小于30的球员才会被抽出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抽出的球员是21分到29分的球员 22 23 24什么都会被抽出 这是一个范围 并没有提供业固定的值 好 再接下来 这有意思了 我仅仅抽出team什么 所属的球队吗 就是说 我仅仅抽出勇士队的球员 勇士队有一个 有两个 有三个 五个 没关系啊 我这仅仅抽出属于勇士队的球员 接下来team 大家请看 我这是在这个等号前面加一个惊叹号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加惊叹号 只用一个等于号的话 叫做等于 没问题吧 咱们都知道 加惊叹号叫什么 叫做不等于 也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是说 我要抽出球队不等于 荆州勇士的所有的球员 那就多了嘛 对吧 其他29个球队的球员都不是荆州勇士嘛 这样抽出非荆州勇士的球员 没问题吧 加一个惊叹号 再接下来 球员的名称 这是一个新的关系字 like 什么意思啊 相似 那就是说 我要抽出 player是球员的名字嘛 对不对 我要抽出这个球员的名字 以R开头的所有的球员 所以加个R 后面呢 加一个百分号 百分号就代表后面的所有的数据 没问题吧 但大家再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行都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上面的百分号呢 我变成了一个下化线 这下化线什么意思 百分号是说后面的所有的数据 而这个下化线是说 R后面仅仅一个字符 换句话说 我只抽出 两个字符的所有的以R开头的球员的名称 这是他们的区别 一个是百分号 一个是R的下化线 这代表一个字符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一下今天的例子 我现在在相法数据库里面 稍等 我还是连一下 好 我在相法数据库里面 咱们先执行一下 Select the user 看一下咱们表里的数据 大家看出来了吧 大家注意看每个球员得分 一会咱们跟着得分 要把它们过滤出来 好 试试 比如说我要抽出这句话 得分大于20的球员是谁 咱们看看 库里没问题 哈登 阿杜 阿詹 神龟都大于 没问题 只有白边不大于 对吧 咱们试试 应该说这条这行语句 除了白边其他的五位都会被抽出来 够 出来了吧 没有白边吧 为什么没有白边 白边是得分10.8吗 对吧 他不到20 所以说他不被抽出来 OK 接下来 得分小于30的球员 大家看谁得分小于30 除了哈登 神龟之外 其他人都小于30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句话应该抽出四个球员 大家请看 他们得分没有一个大于30的吧 所以说这四个球员被抽出 为什么呢 得分小于30吗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是得分大于20 且小于30 咱们看是谁啊 得分大于20 库里没问题 哈登不行 哈登虽然大20 但是他 他也大于30 所以他不会出来 阿杜没问题 阿詹没问题 白边也不行 神龟也不行 好 就说咱们这句话 出来三个球员 够 大家请看 怎么样 得分大于20 勇士表现不错 试一下 够 你看 阿渡阿詹 只有两个开头了 所以说呢 他被抽出来 这个数据其实给他准备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第二个其实抽出数据跟他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这阿开头的只有两个字节 我该说比如叫阿杜杜 这没问题 如果是阿杜杜的话 这行阿加百分号是抽出两个球员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阿下化线 因为阿杜杜后面还有两个字符 所以说他只抽出阿詹才对 不过那个时间关系 我就不给您演示这个操作了 但是您知道百分号和这个下化线区别就可以 好 以上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威尔文的简单的使用方式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代码呢 我会发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传到YouTube优酷呢 给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